美国总统大选在当地时间3号正式开始 不过在选前的最后一刻 特朗普和拜登在关键摇摆州还在进行着最后厮杀 经常口出狂言的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上大言不惭地说 如果成功连任 他考虑开除传染病专家扶起医生 再度引来对手拜登和医学界的炮轰 根据民调 拜登的全国支持率目前还是领先 不过在6个关键州 虽然拜登稍微领先特朗普 但是选情十分焦灼 这场堪称美国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 即将拉开序幕 选前最后一天 特朗普分别在北卡罗莱纳 宾夕法尼亚 魏斯康星 佛罗里达进行5场竞选活动 而拜登则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 火力全开争取每一张选票 寻求连任的狂人总统特朗普 2号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活动上 再次将炮火对准和他意见相索的病毒专家 福奇医生 声称自己如果连任 会考虑开除这枚眼中钉 此话一出 医学界马上反击 赞扬福奇是美国政府在对抗新冠病毒之中 唯一可靠的声音并且抨击特朗普在疫情之中的无所作为 连累将近24万名美国人软腻死亡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选情交受的宾州 进行最后的拉票时也捉住话比野鱼对手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的联合民调 拜登的全国支持率为51% 而特朗普则有43% 六个关键咒方面 拜登在魏斯康星 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稍微理先特朗普 而在亚利桑那 北卡罗来纳 佛罗里达 两人则是势均力敌 此外共有984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 相同于2016年总统大选时 71%的投票总人数 创下美国有史以来提前投票人数最高的一次 根据美人社报道 提前投票的人当中 45%支持民主党 支持共和党的则有30%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